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5月21日 WTT太原常规挑战赛 蓝丹正赛签表发布 国平主力梁静坤镇守上半区 对手相对简单 庄职渊 松岛辉空 小种大登和赵大成作为最强对手 都很难威胁到大胖 林高远坐镇的下半区相对复杂一点 既有唯一的欧洲来客 A勒布伦 又不乏高成瑞 李尚珠 及川瑞鸡灯怪咖 还有林诗栋 相鹏这些强劲的国平后浪 林高远的突围难度非常大 一 上半区没有难题 梁静坤坐享保送签 上半区 梁静坤前两轮没有阻力 第三轮或将遭遇保倒老将庄职员 但是老庄能收拾林云如 却不可能扛住大胖的暴力锤 半决赛中 梁静坤的对手将在松岛辉空 赵大成和小种大灯尖产生 这三人无论是哪个 都不是大胖惧怕的对象 目前看来 梁静坤似乎只在瑞典选手面前 有点心理阴影 刚刚被确定为奥运辟卡 梁静坤反手就接了一套保送签 运气简直好刀爆 二 下半区一堆怪咖 林高远突围难度巨大 南单下半区的签表 可以用一个怪字来高度概括 这里有快枪手高成瑞和爱利克斯勒布伦 有怪球手吉川瑞基和黄振廷 还有刚刚在新加坡大满贯上 趁病乱取林高远的李尚珠 更让人悲喜交加的是 这里还汇聚着国平南线的最狠后浪 从黎诗洞到相棚 从黄友正到袁立岑 都是有希望在下个周期上位的硬茬子 所以对于无援巴黎奥运会 本已无欲无求的林高远来说 这套签表实在是太不友好了 作为本站二号种子 林高远无论如何 也得在家门口守住半区 只要他不想摆烂 这就是他的保抵使命 他还要歼三作战 真是越看越难啊 根据签位 南丹已经入围正赛的运动员 分部如下 一 四区 梁静坤对阵待定 待定对阵林兆恒 待定对阵待定 待定对阵庄志渊 四分之二区 赵大成对阵待定 松岛辉空对阵黄艳成 小种大灯对阵温瑞博 陈浩化对阵周启豪 四分之三区 高成瑞对阵待定 郭勇对阵冯耀恩 赵盛敏对阵埃利克斯勒布伦 及川瑞基对阵黎诗洞 四分之四区 李尚珠对阵相鹏 待定对阵黄有正 袁立岑对阵马金宝 黄振婷对阵林高远 5月21日 WTT太原常规挑战赛 迎来资格赛第一比赛日 由于本站比赛 报名球员人数稀少 资格赛的赛程 被迫压缩掉了一天 第一天总共也只安排了 五场比赛 出场的也尽是不知名选手 太原长跳的正赛 将于5月23日打响 届时我们将会看到些许星光 太原战比赛 男女两线全算上 外协勉强算来了16位准高手 按照最新世界排名来看 张本美和就是不折不扣的第一大腕 一 南线来访的都是二流高手 A勒布伦是唯一欧洲来客 男子报名参赛选手中 可以挑选出的八大准高手 分别是A勒布伦 李尚朱 庄志渊 高成瑞 赵大成 松岛辉空 黄振廷 小种大登 除了港队派出了一哥大胜之外 各协会在没有难以降临太原参赛 南线的一哥 基本上都跑到了巴西 参加里约热内卢长条 法国队的大勒布伦哥哥 更是太原战的唯一席客 他是仅有的一个来自欧洲的选手 由此可见 太原赛对于国平南线的锻炼价值 确实不会很大 二 女线全靠日拼 撑出半边天 除了早田希娜 都来了女线的比赛阵容 因为日本女队几乎清朝壁制 而显得有点棱角 除了一截早田希娜跑去巴西 参加里约热内卢战以外 日本女队其余主力 进阶来到了太原 确实是很给中国拼协面子 太原赛女线八大星级选手 分别为伊藤美成 张本美和 平野美宇 田智希 牧原美忧 杜凯勤 陈思宇 曾坚 同南线一样 还是只有港队 派出了自己的一号主力杜凯勤 但是女线因为日女的大部队群制 在形势上 必然会更加激烈一些 国平女队本战比赛 在单打战线上 派出保底的是 王毅迪和陈兴桐两大主力 再加上前天一 宽曼帮衬着打打下手 能否守住冠军 还真不好预料 其余一杆年轻选手 主要就是来掌掌见识 刷点积分的 如果能干翻上述八人中的任意一个 肯定都会被教练组大加赏识 因而得到重点培养的机会 此外 马龙退出WTT重庆冠军赛 林高远地补突然成为爆火热搜词条 江湖上众说纷纭 各种猜测和分析 风鸾叠仗层出不穷 盖因马龙这个退赛 蹊跷之处太多 由不得人们不其思广义 那么 马龙退赛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一 林高远非最大受益方 马龙退赛 参赛资格由林高远递补得到 表面上看起来 林高远是马龙退赛的最直接受益者 但其实对于林高远来说 这应该不是一场天降富贵 首先 林高远在重庆赛之前 需要在太原站完成歼三作战 并且至少需要完成 南单首半区的任务 连续两站背靠背大强度比赛 对于林高远 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其次 林高远巴黎周期的使命 已经提前宣告结束 下个周期 他也大概率不具备 成为单纲力量的机会 所以他在国家队已经于实质上进入收官渐退阶段 不需要通过多打一战比赛来获得积分和排名上的例会 重庆赛对他而言 有还是无 分别不大 意义不显 二 对樊振东无实质影响 马龙如果重庆站不退赛 将在5月28日升到市牌第二 有人说 国平安排马龙退赛 是为了空分 以确保樊振东的奥运单打名额高枕无忧 事实上 无论马龙退赛与否 樊振东因为马上要清除去年得班士兵赛的区分 市牌都会掉到第三名以下 国际聘联和奥组委 也没有明文规定奥运会单打 必须是队内排位前两名的选手 所以 只要符合单打资格 具体上谁 国际聘联根本没有干预条款 自主权完全在各协会自己手中 马龙退赛 对于樊振东也没有任何所谓的利好可言 三 与王储钦没有任何关联 这一方面很简单明了 马龙退赛与否 与王储钦都不发生任何关联 重庆赛是奥运前最后一次单打练兵机会 王储钦唯一的任务就是多刷外邪题目 在确保身体健康的基础上 不输外战即可 四 梁敬坤才是唯一得利者 马龙退赛发生后 梁敬坤将在六月到来前升到世界第二的高位上 以如此耀眼的一个光环来加之一个奥运屁卡的头衔 无论如何看起来都绰绰有余了吧 所以马龙退赛的直接得利者 其实就是梁敬坤 由于国拼在重庆冠军赛后 直到巴黎奥运会之前都不再参加任何赛事 梁敬坤可以带着试排第二的高燃身位 直接进入到下个周期的备战中 他现年27岁 身体条件难对第一 完全有可能凭借起跑时的领先优势 一举占据洛杉矶周期的主力核心地位